你說那個不喜歡PO 也不喜歡這種自拍 但是梅亞自拍你還是會看吧 梅亞自拍 當然會看 不是 還是會看 可是就是 因為像我之前有遇到過這種就是 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朋友的朋友介紹 然後就認識 就想說加一下IG這樣 後來就偶爾滑IG的時候 就會看到 怎麼他都是發自拍 然後底下的字都是 跟圖不太 圖文不符 對 然後我就點開他的IG那個頁面 一滑下去一整片全部 都是他的自拍 然後大臉 他只有衣服跟背景不一樣而已 然後比如說像他拍一個風景 就是他說今天去哪裡玩 然後風景很美 然後風景只有 就是這邊一個小角落 根本看不到那是什麼東西 是 然後就覺得 這到底是怎樣 然後又加上就是他會發很多那種 心靈雞湯 就是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鬧鐘 是夢想 這種 然後我真的看很久之後 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接受 還是你因為生氣 他只有戴到臉沒有拍 全身 或是上半身 對 我覺得如果他多拍一點的話 我可能會心情好一點 不是 沒有啦 那我推薦你們就看一個人的社群網站 彩花姐的我有看 自拍也很OK 他都自己拍自己的 彩花姐超多 我都懷疑他是不是一次 戴60套衣服在高鐵上 對 而且他很會找鏡頭 對 那你說這種自拍的那個心靈雞湯 圖文不符也不OK 你看一下這一張好了 這很OK啊 那有人在洗澡嗎 好...等一下... 我告訴你 我本來 我這個是因為我在工作 我拍旅遊 我去高雄拍旅遊 然後呢 因為我做我的YouTube的時候 我的團隊 剛好都是三個 二十幾歲的小男生 我覺得那個畫面其實很有趣 是三個男生在幫我拍 其實這個鏟是鏟的什麼 我們根本沒有準備泡泡浴 所以我跟飯店要了 十瓶小罐的沐浴乳 好浪費喔 真的喔 好不關寶 最後我拍了三罐 不關寶 而且這個是小小罐的 對 我就覺得這個畫面很有趣 所以我才把這個PO上去 這個畫面有趣的點是因為 拍A片 因為我自己打 這個... 這個有趣的點是因為 因為我自己打 我自己打那個泡泡 很辛苦 對 剛從高雄三天外景回來以淚報 這次下高雄就是為了 要拍A片頻道 拍A片頻道 按讚... AV系列 與你們見面喔 因為我們剛好最近 頻道比較多人看 我要徵那個助理 所以我還用這張照片來偵查 我就說想跟上近青年一樣 來拍攝我的頻道嗎 請大家死去我 妳要貼什麼 妳為什麼要貼 這個珍財很好 老闆找這樣子 我也覺得就是 加了後面那一段之後 你這樣男女不平等喔 為什麼女老闆不能很性感的來珍財 妳有沒有看過有一部就是 女老闆在性騷擾員工的那個 我沒有信用 我只是說 你不想來珍財 全部遮起來好了 你知道我多少來一陣我助理嗎 真的喔 他有256個耶 真的 就是超多人都說 他們都說什麼不用錢 然後不用錢 不用報稅 然後什麼 不用勞健保 什麼免費義工 都說願意來當助理 這樣我是不是幫我自己 跟頻道省錢 免錢的更貴 我跟你講 真的 對 這他吃過很多次虧 你吃過 對啊 不是 真的免錢的更 你說不用錢什麼什麼 來幫忙 幫忙 幫忙到最後面 上次誰跟你講不用錢 你最後一次花錢什麼時候 我從來沒花過錢 那天還看到一個男的 他也是就是PO 他到處到一些飯店 或是什麼那種浴室這樣 男的在介紹 我覺得 就覺得滿怪的 女生介紹我覺得還好 不會吧 看那個照片PO出來 有沒有質感 會啊 你看這樣 把比我眼長在PO 是不是 大家都覺得他PO澡很棒對不對 對啊 他PO出來這就是質感 對 所以是要看人 要看人 OK 我PO應該也是下流 不會啦 就是有 有質感的下流 有質感 可以 你刷到什麼樣的照片 衛生紙 很多女生都會一直瘋狂 就是各種角度自拍 那我有個朋友 他是一個月會發五篇 那種快篩自拍照 快篩有什麼字 快篩 但是他一開始會拍這種影片 他是拍影片 他一開始拍是因為他那時候 在他快篩在捅自己的鼻子的時候 他在捅進去那種發出那種 的聲音 就會讓人引人遐想 所以那一篇的就是 觀看率跟留言就超級多 下面都是男生說 就是好辛苦喔 辛苦了什麼的 快篩到底什麼好辛苦的 他就會在那邊 好痛 好痛 插好聲 你就是本來要插深一點才有效果 對 我每個禮拜都要插一次 對 很辛苦 很辛苦喔 但是你會自己插 然後你會自己就是會拍照 然後傳給製作單位 但是你不會PO文 他一個月就PO了五篇 除了影片還有照片 然後就是還有什麼45度角 然後還有就是這樣子拍的 各種 就覺得他到底想幹什麼 那女生長得怎麼樣 長得還不錯 那還不錯 那大家就還能接受 對啊 那還有網友有哪一些 就是看到PO文 會這個想封鎖的嗎 希姐 好 我們看一下 那根據今晚開在廊 光華粉絲團還有臉書 加油聯誼單身社團的 合作民調 我們就來看 到底有哪一些PO文 會讓網友們一秒想要封鎖呢 那恭喜兩位剛剛提到的 是直接榮登我們的第一名 就是各種角度的自拍 再搭上一些 不知所云的文字 有28.3% 那有網友就表示 覺得這種人實在是太自戀了 每天都在洗版 實在是有一點煩 另外也有網友說 這些人就是自認為自己是網美 很常偷這些自拍文 然後配一些正能量的文字 但是下一秒卻來討拍 真的是有看沒有懂 另外還有第四名 就是一天到晚曬娃娃 或是曬恩愛 還有第二名呢 是你的生活照 會不小心地拍到 名牌包的LOGO 對 那網友就說啦 這個想要炫耀是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寫錯品牌的話 那就滿糗的 另外還有網友說 其實真正有錢的人 是不會去炫耀的 炫富這個東西 應該兩位又是不能接受了吧 你發法 我覺得不能理解的是 他沒有錢 但是他硬要炫富 因為像我有個大學同學 他會拍很多名表 就比如說老力士 佩娜海 皮皮然後抓著方向盤這種照片 然後 對 就是這種 我有個朋友很喜歡這樣 可是我就覺得他朋友很好笑 因為他就很愛戴別人的表 比如說你手上的表 這是限量版的 那接我戴一下 他就會戴著 然後呢 就比如說就戴著 然後就拍對不對 然後就拍後面 比如說餐廳 然後空的這樣 他就會寫說 現在幾點了 大家都還不 沒有人準時 就這種你就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你知道他要拍的是表 可是他就 這種就可以吧 這種可以啦 就是他是好笑的 可是他就是純粹就是 想要讓大家覺得他很有錢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 他就揪了一個局 大家去唱歌這樣 然後移到KTV包廂 他就說就是盡量點啊 想要吃什麼 想要喝什麼 就點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唱歌 吃吃喝喝 一直到快要結束的時候 他就突然說 那個如果有個重要的電話 要出去講一下 然後我們想說 他會不會是要偷偷出去 這樣付錢 然後結果其實並沒有 他講完電話就不見了 他就一消失 這很滷湯耶 我們全部人超傻眼 這個人還有後續的故事 因為後來就是 因為他很常也會PO 就是跑車的照片 就是比如說靠著跑車啊 或是拍跑車的照片 然後就是 藍寶堅尼 瑪莎拉迪 各種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在東區停車場的時候 我就準備要停車 我就發現那個人很眼熟 就是他在跟一台法拉利拍照 然後我說 那不是就是我那個大學同學 然後我就想說 他是真的有錢換車還是怎麼樣 我就觀察他 然後他就靠著拍照 拍完之後 結果他走到對面開他的TOYOTA 對 而且他頭上還是那種就是 綠色那種很老的 對對對 這種真的不好 爸爸傳一下那種 我一個朋友他是真的有錢 但他有錢就是 例如說他PO一個塞車文好了 他就是這樣子 可能手是帶著勞力士 然後拿著方向盤 然後就上面就是一個賓士 大大的Logo 然後前面是塞車 或是可能說太陽好大 這樣遮住 然後他一定要45度角 會拍到他的那個墨鏡上面 LV的標誌 大大都一定要這樣子拍到 對 然後還有太扯的就是 他會拍說 我今天的錢包被塞爆了 然後錢包打開 全部都是那個一千元 沒有一千元的大包 我都是八票 是真的 他是真的很有錢 但是他卻私底下非常的小氣 因為有一次我們去吃那個薑母鴨 然後那時候他去結帳 我說他應該要請客吧 他那麼有錢 薑母鴨很便宜 對啊 結果他去結帳的時候 他還拿起他的計算機 他說除雨巴 一個人要336塊錢 就看著我們 我很討厭這種 我說天哪 但你們會曬這種名車名錶嗎 像我就不會 我比較喜歡就是像旅遊造的 因為就東西就是這樣子 但是旅遊很多的一些體驗 經驗 然後是值得分享的一些生活的部分 那像我也是就是很喜歡旅遊 曾經也是去過三十幾個國家 也是帶小朋友去看整個世界 那像這個是我前幾個月也是去瑞典 然後就是要選一下瑞典的美 因為這種大城市 你看有什麼樣的生活 這個很值得PO 對啊 旅遊的很多 很多國家好美 對啊 你自己都開心 然後別人看到那個也會就是 可以加入到他們的那個扣袋名單 對啊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這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型態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哈哈哈哈